我還是認為 你說沒有干預 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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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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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那個的 阿民民調德的狀況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其他 市長請問是否還是 現在已經遲疑是逃漏稅 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 我們那個都說得非常清楚啊 我們整個辦公室都已經發文 正式對外說明來 阿民民調德的狀況 就不會有這樣的說法 市長是否認為中共還是沒有 介入台灣選舉 那是否會呼籲中共不要干預台灣選舉呢 我聽你講話 右邊耳朵都發龍了 我換一個準備耳朵來 不好意思市長請問 你是哪一家媒體 你先報你的媒體的名字 不好意思可以回答我們問題嗎 你是新唐人的 不好意思可以回答我們問題 你是哪一家媒體 新唐人 喔 瞭解 請問是否認為 中共沒有干預台灣選舉 會不會呼籲中共不要干預台灣選舉 這是比喻喔 這是比喻就是說 有的人迷信阿拉伯數字民調 認為高高在上可以高者無憂 但是我看的是迷信 迷信的象徽 才是一個政治人物應該要特別重視 我重視的是民心 而且我覺得民進黨執政 這三年半 離人民的心 人民的需求越來越遙移 哪裡當作不動 我覺得他好像鍋子錢耶 哈哈哈哈 開玩笑 我覺得所有的這些保密房碟 或者一些 除暴安良的等等 不要用政治人物做一個假想 這很容易讓聯想 好像是韓國瑜的感覺 這種感覺是非常不好的 憲兵司令部如果要拍馬屁 不要拍成這個樣子 今天這種保密房碟 把匪碟弄成韓國瑜的樣子 影射性太強 我希望憲兵司令公安部 應該要公開說明 好像這樣 我現在已經我們的責任 你那個我們可以用時間 說大家這小縁 意圓至少